好了,然后台湾的人花成狼问的 鼎礼师尊,请问师尊 念天言地方这个咒是否需要灌顶? 我告诉你 天言地方历令九章 武藏君传,武藏君传,艳响灵康 有这个咒语,天言地方历令九章 武藏君传,艳响灵康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摸着自己的心 天言地方历令九章 武藏君传,艳响灵康 这个咒语是什么咒? 就是说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武藏君传,武藏就是 心、肝、彼、慧、慎 这武藏 当成五个神明 他们都是很正常 叫做武藏君,君子的君 武藏君常 就是正常的常 厌享灵康 厌享灵康 厌意享受 安灵跟健康 这个咒语 天言地方 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历令九章 就是有九成的天言地方 武藏君常 武藏君常 就是我们人的心肝 比较神 武藏的循环 都非常的正常 厌享灵康 就是厌意受健康跟安灵 那个时候 到家的师父教的这个咒语是这样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按着你自己的五脏 以心脏为中心 然后念这个咒 念七遍 这样子身体就会健康 这是以前到家的师父教的 这个咒语可以摇灌顶 摇灌顶 但是要摇灌顶 血性来摇灌顶 准备 头显 更多 吴